尽力小子李子佳 带伤坚持对抗安赛龙 依然暴力批杀 将比赛拖到决胜局 精彩程度犹如天王山之战 时间来到2024年马来西亚大师赛 南丹项目 决赛 由大马一个李子佳 对阵 世界第一安赛龙 李子佳全程尽力 面对强弱安赛龙这样的对手 带着伤 依然能发挥超一流水平 在大马主场坚持到底 任性十足 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来回顾一下 这次精彩的对决 对 你看安赛龙非常放松 漂亮 有的是跟说 定域难度 哎 倒了 第一局比赛中 可以看出 李子佳受到伤病影响 有些难以发挥真正实力 而且对手 可是世界第一的安赛龙 安赛龙的回归 也代表着 要重新统治男单 第一局 就以21比6先下一城 小山赛龙 小山赛龙 哇 先住了啊 太大了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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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漂亮 有线啊 进入次局 李子佳找回状态 通过不断的拉掉等待安赛龙主动失误 他变得更有耐心了 也在寻找机会发起进攻 一个暴力披杀 直接杀下上半局 李子佳以11比4的大优势进入局限 这龙牙之刃的李子佳能不能搬回一局啊 李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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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防哦 躺着一排 李子佳 李子佳 腿蠢非常高 局限之后 李子佳变得更加主动 一旦找到机会就批杀 李子佳的重杀 让安赛龙也难以招架 这一旦飞身被防住了 快批啊 选择 藏了 做点问题啊 哇 还是长了 哈哈 主动的失误 漂亮 但是如果总是防守 那还是李子佳嘛 对吧 这个是 李子佳的假动作变得更多了 他的打法在慢慢做出改变 但在领先的情况下 李子佳醒了有些急了 想乘胜追击 但安赛龙有点不乐意了 安赛龙突然提速 直接打出一波5比0 双方来到20平 最后 李子佳在被追凭的情况下 心态还是很稳的 依然敢打敢拼 以22比20成功拿下第二局 实在是太精彩了 连续的四块沙球 没有什么太好的效果 第五块 好 终于拿 接内 实在是坚持不住 李子佳 抱歉 抱歉 这是坚持不住 的 是下个人的差线 差线 还是身高必长的优势 应该到这两个左右 是身高必长的优势 还是身高必长的优势 还是身高必长的优势 穿其线 还是同样的位置 进入决胜局 安赛龙也找回状态 上来就火力全开 一顿乱杀 虽然李子佳带着伤痛 但也毫不退缩 先防守 再抓住机会进攻 他变得更加稳重了 但还是很敢杀 安赛龙三分的略微优势 抢先进入局限 看来还是得打 局限之后 安赛龙提速了 不断寻找进攻机会得分 各种英姿飒爽 进攻和防守 都是那么的完美 这就是世界第一男单的实力 李子佳也不甘示弱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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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天呐 最后 李子佳再次劈杀鞋对角界外失误 安赛龙椅 21比13 拿下大马赛冠军 李子佳最近状态火热 要是健康情况下 对这安赛龙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 球迷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